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宗成 今天跟各位聊的话题就是所谓心理学 我曾经在这边有介绍过散装心理学 我这个专题就是散装心理学里面的 我在心理学里面的那个鼻祖佛罗伊德这些阿德勒 还有荣格这些人的著作我都看过 他们分别著作都不是太厚 你可以分别来看 比如说梦的解析啊什么这些东西 那个心理分析法 这是大家比较比较那个熟悉的 而且有趣的地方是在心理分析法 从那个佛罗伊德开始 佛罗伊德是一个医生 但是他他做那个心理分析的时候 这第一个参与他们的是文学家 也就是文艺家 他们认为这这个东西太有意思了 原来我们的思维是这么这么微妙的 那当时还没把把这个心理学啊 当做是一门科学一直到现在为止 还有一些宗教家认为心理学 根本就是一个微科学 微命题 实际上心理学是不是一个微命题呢 因为有很多的实验 比如说巴佛洛夫实验 条件反射等等 生理学家 生物学家 那个动物学家等等等 都在都在做这个 甚至于神经传导等等的 那你说他是一个微科学 现在你其实还有那个医院里面 每都有精神科 精神科就属于心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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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心理心理的部分 还有所谓心理智商等等的 所以心理学现在是一个二十二十一世纪的显学 很明显 那如果说你不懂一些心理学 简单你跟无语力谈者 没有人可以跟你聊天 简单讲你算是孤陋寡闻的人 那至于说有一些宗教的人说心理学根本就是一个微科学 只有你信他才是正道 那真是鬼扯 鬼扯擦擦擦 那你可以看这本心理学有这么厚 那台湾也有很多人写心理学 这本心理学是美国的希尔格德等作的 那是这个台湾的这些人翻译的 这本心理学我翻了一下 因为没有从第一个字看起 它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那个普通动物学 或者动物学的很多图表 很多的表格 就是做了研究的人都是这样做的 还有一些图 一些你看这个图 那就包括了什么 包括从我们的眼耳鼻舌生意 他通通在讨论范围之内 还有措施这些东西 这东西不只是心理学的人需要学 就是你要做这个设计 平面设计或立体设计的人 你都需要 还有动物行为等等 那这里面 几乎我们所知道的 所有的动物行为 胶尾 胶尾的行为 还亲密的行为 那个跳蚤的行为等等 等等等等 包括巴伯洛夫效应 这个书里面都有 所以它已经把它整合起来 包括这些动物的操作 太空船里面最早上去的是 美国上去的是一个猴子 那个苏联上去的是一只狗 比人更早进入太空的是这两个动物 那这里面讲 比如说马斯洛的这个人类的需求 这也在这里面 实际上这些东西 它等于说是集合了很多很多的知识 把它通通集合在这里面 编写一本这个 人类行为 这些东西 原来都是分门 是不同的学门 学科 包括动物行为这里面 那这些东西 它把它通通 把它集合在这一本书里面 编串了一本 这么大一本的书 你看这样一本书 如果你在学校读的话 这恐怕要读 读两个学年 就是读两年 就上校学期 一共四个学期 可能才读得完 所以这种书 如果说你有兴趣 从第一个字 看到最后一个字的话 那我真的要恭喜你 但事实上我想 这个若水三千取一瓢引足矣 也就是 我在这个 散装心理学里面 讲的这些东西 那些都是属于实用心理学 也就是 你可以用得上的 为什么我叫散装 是因为 很多心理学的理论 你并不同意 因为跟你的生活经验相违背 因此 我就把那些可以用的 拿来用 不能用的 我怀疑的 我就不用 而不是没看过 看过而没用 但是像这样子 一本大部头的书里面 他又把那些 比如说你要广告设计 你要懂的色彩学 你要懂配色原理 这些东西 还有措施原理 这些东西设计 就是视觉设计 需要的东西 都有在这里面 那些东西都跟心理学 也是牵涉的 所以现在的心理学 你说它是一个未科学的话 我倒不如是讲是心理科学 加个科字吧 因为它里面包罗万象 几乎所有的生物学 生理学都在里面 因为心理跟生理 是一而二而一的 心理学并不是只有灵魂而已 不是灵魂 那生理学也不是只有破 体破 所以魂破 那也不是这样子 它是两者是一而二而一的 因为跟神经传导也有关系 我们的所谓眼耳鼻舌生意的意义 就是思想 思想是跟神经传导有关系 所以科学家认为说 所谓我们的思想是怎么来的 是因为我们的脑子里面在放电 神经在放电 那有人讲既然会放电 就会有电磁波 是的 没错 是有电磁波 可是那个电磁波极为小 微小到没有办法影响到任何人 所以你要用脑波来影响别人 那除非特异功能的 特异功能是真的假的吗 那这个问题就很大 因此那些人相信说 他不相信有所谓灵魂这回事情 也不相信说 他认为说 这个人现在死了 因为得病 死了之后 他把尸体给他冰冻起来 之后若干年之后 等到这种病能够解决之后 他再来解冻 因为他有钱人嘛 再来解冻 解冻之后 再由当时的医生来施救 施救之后 他怎么会活过来呢 刚刚讲过说你的灵魂都不在这里了 按照宗教说法 灵魂不在这里了 你已经是一个 就是一具尸体 只是冷冻的尸体 我给你解冻之后 如何再让你活过来呢 按照这种 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 人之所以会活过来 你可以看死人跟活人 差异就在哪里 如果用宗教说法 就是灵魂不在了 灵魂善意了 只剩下体魄 可是你可以看 人刚死的时候 如果没有腐化的话 他跟活人是完全一样的 一点都没有 如果他没有受伤的话 不是因为重伤死掉 而是因为某种疾病的话 或者是因为老脉 器官衰竭死掉 他跟活人完全一样 没有两样 那因此如果说你有办法 再来把他激活 Active 激活 再把他激活之后 他的脑筋又继续可以思考 而且他的思想 他以前的知识技能 全部都在他脑子里面 脑子就像一个硬碟一样 一个记忆体一样 他仍然可以继续使用 这就是那些人 为什么他们深信不疑说 要把尸体冰冻起来的理由 按照宗教 或者按照其他的想法 人都死了 灵魂已经走了 走了之后 他怎么会再回来呢 那你再回来的时候 那灵魂要怎么解释呢 不是早就变成孤魂野鬼了 等等等 这些都是大哉问 还有一个就是人 为什么会有精神分裂 为什么会有这些奇奇怪怪的 这些行为 都在这里 所以心理学 他应该 现在已经扩充到什么 这么厚吗 我翻了一下 里面的很多东西我都看过 分门别类 比如说巴伯洛夫相遇 条件反射 还有神经的传导等等 它原来是分开来的 分门别类的很多颗 现在把它综合在一起 变成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变成 你要学这个学门 可能非常费劲 因为它已经累积了那么大 庞大的知识体系 才变成今天的心理学 所以如果你再说 它是一个未科学的话 或未命题的话 那自己就是目光短浅 鼠目寸光 以上跟各位分享 现代心理学 谢谢